朋友们好,今天是2022年6月8号,星期三 现在是美东时间小的6点05分,美股已经收盘 我们很快注意一下收盘前美股 今年关键的一题是经济放缓,风险施压 美股周三,也就是今天收跌 美联储银牌立场,今年不太可能减弱 那么油价今天突破122美元 这个原因主要是因为美国库城数据 凸显这个燃疗供应紧张局面 主要就是说另外这个地缘政治 俄国跟乌克兰这样的战事也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 所以这个油价实际上升高的话 对这个通胀实际上是非常不利的 那么这样对股市也是不利的 我今天一共给大家讲12只股票 这12只股票实际上是结实 今天收盘的时候排在成交额度20只股票里面选了12只股票 好了,我们很快的先看一下大盘的这个情况 那么这个是觉得今天收盘的时候 大家看一下今天实际上目前这个股市非常有规律 你昨天是低开高走那么也就是收盘的时候基本上收在最高点 那么今天实际上是高开低走基本上收在这个最低点 所以这个收盘的时候那达克实际上下跌0.73% 那么标普下跌1.08% 道琼市下跌0.81% 我们看一下行业认定图 大部分板块都是下跌的 除了比较少数的互联网信息内容与信息这个是上涨的 另外这个远见应用也是上涨的 这个互联网零售也是上涨的 那么其他的基本上都是下跌的 我们看一下临障板块 那么临障板块 大家可以看基本上都是中概股 在线教育内地教育股 双十一 那么腾讯概念 中国回广回港概念 热门中概股 所以最近这两个礼拜甚至三个礼拜 这些中概股实际上涨幅非常非常的猛 就是说应该是有大机构进场 就不知道这里头具体的原因实际上是 有可能有一些大机构有一些内幕消息 就是说我们看一下今天涨跌分布 那么今天下跌的股票一共有7982加 上涨的股票3672 基本上下跌是上涨的一倍 就是说好了 我们很快来看一下刚才说那几只股票 我们先看一下Shopify 我们刚刚的前面这个板块 电商板块今天实际上是上涨的 那这个股票就属于电商板块 那么这一只股票非常的明显 这个是KT街指标 这是个趋势线 目前实际上已经过了这个趋势线 这个应该是真的 而且这个KT街现在还没有来到高的位置 我们说这个KT街来到80 就属于超买了 到现在还有一段距离 所以你要从这个指标来看 到还有上涨的空间 这一只股票 那么我们可以放大的看一下 放大最近它实际上做了一个头肩顶 这个是左肩 那么这个是头 这个是右肩 目前这个右肩实际上还没有完成 大家举计 现在这个颈线 大概是在402 403左右 不知道能不能突破 我们说它形成这个形状 头肩底 它最后不一定成功 你最后你比如说你要是没有买到这个地点 或者这个地点的 你最好等一等 你等它突破这个颈线 然后回头站稳以后 你再进场也可以 因为它有可能做不成 然后又被打回来 这个可能性也是非常大 我们看一下均线就知道 这个是年线 半年线 这个是季线 这个月线 这个是十天线 这个是五天线 目前看一下 它这个月线实际上已经拐头向上了 我们说这种跌升反弹的股票 非常快捷的一个方法 你就是看这个二十天线 是不是拐头 而且这个股价是不是站在二十天线 但已经是第二天站在这个月线上 从这个角度来说 到海口往上走 所以大赶紧事件 它会挑战这个颈线的位置 402吧 你看这个能不能突破 根据目前这些 我昨天做了一些大盘的分析 这种比较中期反弹的这些股票 就是说中等程度的反弹的这种股票 但一般来到季线附近 你比如说这只股票 季线大概是470块钱左右 当然它不一定到这个位置 因为它受大盘的环境影响 个股的强热都不一样 目前实际上它前面的阻力 你比如说这个跳红缺口 大概是424左右 这个地方的阻力也应该是比较大的 所以这只股票 你首先看这个颈线能不能破 要是能突破的话 你倒是可以考虑跟进 就是说 我们再看拼多多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中概股 那么中概股 你可以从这里头看 基本上都是一个跳空 一个跳空往上走的 走势非常非常的强势 今天今晚大盘是下跌的 而且跌幅比较大 但是它今天上的9.73% 将近10% 那么这只股票有几个线 一个是长期趋势线 这个白颜色的线 一个虚线色的线 是短期的趋势线 它实际上都已经突破了 而且它最近也是做了一个WD 我前一段时间在这个底部这一块讲过 那么这里头就是说 这个WD它这个目标价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目前今天这个跳空 它正好过了这个目标价 就我们说是同等距离 从这个底下这个到这个颈线 那么从颈线往上同样的距离 它实际上已经到到这个目标价了 下面一个价位应该就是两倍的 这个距离就是说 那么目前来看 我们看一下这个KTJ KTJ的指标来看已经非常高了 已经过了80了 所以说从KTJ指标来看 它有回调的压力 但是我们说 这个KTJ指标它可以动化 可以在这80甚至90附近动化 而股价继续往上走 我们可以看一下Bias关于率率 那么关于率率目前是非常高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应该是历史上最高了 我们可以画一条线 应该是至少最近 这个历史上没有这么高过 49左右 对这一只股票来说 这个关于率率非常非常高 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呢 说明就是说 我们说这个关于率率 代表的是一个均值回归的概念 一般你偏你均值太原以后 它都有一个均值回归 所以从关于率的角度来考虑 应该是有回调的压力 就是说 所以目前你要是没有买的 这些低位的尤其这个W底的这些底 或者是颈线的附近 那么你现在最好比较最高 我们看一下均线吧 那么从均线来看 它这些短区的均线都已经形成一个多头排列了 这个半年线已经水平了 但是它这个连线目前也快走平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它这个走势非常非常的强势 但是我们刚才看了乖率率实际上已经成立是高位了 所以你要是没有买在这些颈线附近 或者甚至这个W底的底部的话 你现在最好是观望 它前面的阻力也不是很远线 就是这个支撑线 七十一块钱 七十块钱左右吧 这个地方的阻力应该是比较大的 所以你等它回调的时候 你在进场也可以 我们再看BAC 那么美国银行 美国银行我前几天也讲过 这个也是个趋势线 它以前是做了一个M头 这个虚担就是M头的目标价 当时已经是跌破了 这个股标它实际上做了一个 也是个头肩底 那么这个头肩底 实际上这个颈线是斜的 这个头肩是前几天就画了 我实际上在这一根棒的时候 我做了这个头肩顶 大家如果看过视频就知道 我当时礼拜一做过一期视频 讲这个BAC 大家很有可能要做完这个右肩 但今天实际上已经看了 已经算是做成了 但明天有可能继续就是说 因为我们说一般大家可以看前面这个 但也没有到这个位置 但是有可能就是说它收盘的时候 最后来挑战这个线 大家可以看前面这个左肩的时候 它这一天也是非常接近于底下这个支撑线 第二天又来了一个测试这个 所以你明天你要是看好这个银行股 你明天实际上可以是一个BIN limit 就在这个白颜色的附近大概是三十五块二毛二左右 明天大概的时间应该会成交这一块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右肩就应该是做成了 然后到我往上走 这是这个基本的概念 我们再看西方石油 今天油价尽管上涨非常多 但是这个股票西方石油下跌2.15% 原因可能是前面这个涨幅太大 但实际上现在在震荡 在横盘就是说 所以今天实际上你倒是可以进场 这支股票我前几天也讲过 这个是短期的趋势线 实际上它只要靠近趋势线 都是比较好的进场点 我们看一下均线 那么均线来看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多头排列 就是说 它今天实际上来到了十天线的附近 就是说 大家可以看 它最近基本都是沿着十天线走 所以今天实际上是个比较好的进场点 你收盘的时候进场都是可以的 它已经是你可以从严格意义上说 它应该是破了这个时间线 这个时间线它是69块4毛4 但是它应该是破了 明天要是有机会 来到这个景线的附近 甚至来到这个月线的附近 这个月线大概是66块8毛钱左右 或者这个景线大概是67块4左右 是个非常非常好的进场点 这种股票目前这个价格有价这么高 一是半 我看这个样子是停不下来的 我们再看一下特斯拉 特斯拉今天上的1.25% 那么这只股票我讲的非常多 它实际上是个伐散三角形 那么前面我就不讲了 它实际上有三个加仓位 我以前也讲过 这里头我们看一下最近的 那么最近它做了一个内困 三而翻阳以后开始拉伸 但是很明显 这一个线 或者这个虚眼色的阻力线 或者是前期的 大家看这个低点的这个位置 应该是个非常非常强的一个阻力 这一块 它是763 762左右 所以目前它实际上是在两个位置震荡 一个是700以前 700以前就是这个地方的低点 然后在这个762左右 这个之间震荡 我们从均线形态来看 它今天说的一个仿锤线 大家看一下 或者是墓碑线 这个是比较看跌的一个均线形态 所以明天按照目前这个规律 今天应该是高开低走 明天很有可能是低开高走 所以明天你要看好这只股票 你要做波单的话 你可以逢低的时候 你可以进场 试一下明天很有可能是低开高走 然后礼拜五 估计又是高开低走 所以这个是基本的规律 我们看一下K的界 K的界来看 倒是在从80的位置下的形成了一个史差 目前就是说 所以说明天很有可能 因为这个这个k的形态也不是太好 我刚才说是个墓碑线 所以很有可能要 搞不好要测试这个七百二千左右 或者至少测试昨天那个 那个收盘的这个最低位置 有716左右 也就是今天这个最低价717附近 那很重新测试这根线 在这一块附近里进场 应该是有机会的明天 我们再看一下均线吧 那么从均线的角度来看 它这个二十年线倒是还是拐头向下的 并没有走平 它十年线就还是拐头向上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它这个你再等一等 等二十年线走平或者拐头向上 进场是比较可靠的 但是它今天是收在二十年线之上 就是说 我们再看一下英伟达 那么英伟达今天下来1.45% 英伟达也是做了一个WD 而且虚原式的这个百年式的线 这个趋势线下降趋势线 实际上它是突破了这个下降趋势线 也突破了这个紧线 目前实际上在这个紧线上面盘整 就是说 这个实际上表示的方向不是很明确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均线 那么从均线来看 它这个季线半年线连线还是拐头向下的 但是它这个月线二十年线已经拐头向上了 而且它今天也占上这个十年线二十年线紧线 所以你要是买着这个低点 你可以继续持仓 它只要不破这个紧线 甚至不破这个二十年线 它是一百七十七块五毛三 那么今天这个废半这个板块就是比较弱了 它明天有可能继续测试这个十天线 一百八十五块多 它今天实际上测试过 那么最大的可能是测试这个紧线 你看能不能过就是说 突破还是那个守住 我们看一下KDG来看 它非常的明显 在八十高位下来 已经这个史差已经非常非常明显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它这个比较向下的可能性应该比较大 明天应该非常大概念试验 测试这个紧线 那是一百八十二左右 这个地方要是破的话 要是跌破的话 你就要小心了 你最好是离场或者减仓 我们看AMD AMD今天下了3.21% 我说今天这个实际上 这个半头的板块都是比较弱 它正好今天来到这个长期的趋势线 大家看一下 这个白颜色的虚线 这个地方打住了 所以今天你倒是可以进场的 就是说你可以赌 因为这个趋势线时间跨的还是比较长的 它应该支撑是非常非常强的这一块 所以说这个地方你可以少量减仓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但有可能要 如果说这个半导体继续走差的话 那有可能要测试这个景线 也就是这个均匀整理区的上面这个线 也就是一百五千左右吧 99块钱 这个地方来了 你再可以补仓也可以 还有一个位置 大家可以 这个是最近的这个上升趋势线 如果说整个这个半导体行业 都是回调幅度比较大的话 那么它最好是能回调这个 上升趋势线附近站稳 这个位置大概是95 96左右 这个位置要是能站稳的话 你可以接受再补仓 或者说你对这个半导体没有信心的 你可以再等一等 但目前这个下降趋势线能不能站稳 现在还没有办法确定 我们从均匀的角度可以看一下 它比刚才那个英伟达走势要强非常多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连线还是拐头向上的 刚才的英伟达连线是向下的 而且到这个月线 十天线 五天线都是个多头排列 这个均匀已经拐头向上 非常非常长的时间了 而且这个斜率 也比刚才那个英伟达要强非常多 所以这只股票是比较强势的 像今天这个位置 实际上你应该是可以少量见仓的 那很有可能在这个下降趋势线附近 应该是可以守稳的 或者是你明天到说不定 再重新回撤这个下降趋势线 也是个进场的机会 我们下面再看一下KTG KTG来看倒不是很好 那正好从81,82左右的位置下的 形成一个时差 你要从KTG指标来看 它还会继续往下回调 所以各个指标它给的信号不一样 就取决你对公司 对股票的信仰 就是说你要MD 还是个非常不错的股票 你比如说今天或者明天 它重新测下降趋势线的时候 你可以少量见仓 然后你等到如果说万一这个半导物走弱的话 它测试这个颈线你再加仓 大概是99左右 然后如果万一来了这个位置95左右 你可以再补仓也可以 总的来说这个股票是不错的 我们看Amazon今天下降1.45% 这个远见我前几天也说过 到这个拆股之前 它正好是拆股 大家看一下一股拆在25 所以大家这个数据没有整合 我们等一会在这个确定view里面 再看这只股票 我们先看V远 V远今天下跌0.77% 这些龙头股今天都是下跌的 我们看一下它也是做了一个W 它这个W底 它这个走势跟那个英伟达非常非常类似 目前它也是在锦衣线的附近 在这个下降趋势线的上面 在横盘 所以它的这个走势跟刚才我们看那个英伟达非常类似 我们看一下均线 均线也非常类似 到这个月线也已经走平了拐度向上 但到这个向上的斜率很明显 比那个MD要弱非常非常的多 我们再看一下KTJ KTJ来看 倒是在高位80 我们看一下应该是85下的 形成一个时差 所以这些股票走势的非常类似 它现在在横盘 你从KTJ指标来看 它还会继续往下掉 这个跟那个英伟达类似的 你就看这个锦衣线 这个锦衣线大概是268左右 它今天没有到这个位置 这个收盘的时候 你看能不能站稳 要是有效跌破这个位置 尤其在跌破这个下降趋势线 这个位置大概是266 这个时候你就要小心了 只要说它能站稳这个锦衣线 你要是买了这个低点 你实际上是可以继续持仓的 我们再看Facebook 那么Facebook今天到上涨一点点 上涨0.51% 这只股票前一段升跌幅是太猛 我用波浪领论分析 我大概有三个位置 一个是波浪领论中 实际上下跌第一个可能位置是260 然后就是第二个位置是207 第三个位置是171 它实际上它曾经有两次 来到个171的附近就是说 我们看一下近期吧 近期它实际上做了一个 大家看一下一个下降趋势通道 它目前已经突破这个通道的上沿 看这个趋势来看 它今天这个K棒大家看一下 瘦的一个不是太好 像是个仿垂线 它这个是比较看跌的一个形态 大家注意 而且最近这些K线的上延 上长一线都比较长 这些都不太好 从K线形态来看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我们看一下这个均线 那么从均线来看 它今天倒是第二天站上的这个月线 但是它这个月线还是拐度向下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当然G线也是拐度向下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到目前这个走势还没有卷墙 我前面也说过了 你现在选这些股票 你最好是选 如果尤其你想做波段的 选这种二十天线已经走平 甚至拐度向上了 你比如AMD就非常的明显 包括英伟达 那些股票 这些股票目前还没有 所以大概的时间 它还会测试 这个月线 大概是192 193 左右 这个地方直到这个月线走平 它才可能比较强势 我们看一下KDG 从KDG的指标来看 它倒是没有到80 就是说68左右 从这个指标来看 它还会继续往上走 所以有时候这些指标给的信息是矛盾的 你比如说KM形态来看 到这个仿局一线 非常看跌的一个形态 KDG指标来看 没有给去很明确的信号 所以说明这个时候实际上 它这个方向不是很明确 明天就是说 但是一般的说 这个KM形态 应该是更起主导作用 相对的说 因为这些技术指标 有时候都是滞后的 我们再看一下Google Google今天也是小覆上了 基本上没有动 涨幅0.01% 这个股票我以前也用波浪理论 给大家讲过 两个位置比较关键 一个是波浪理论 从CNC的第一个可能位置 就是2294 第二个位置是2064 第二个位置 它这个股票也是非常的奇妙 它最低点曾经在5月24号 就来到这个位置 破过这个位置 而且收了一个非常止跌的一个信号 这个下场以前非常非常长 这是个非常止跌的一个一个信号 就是说 然后来这个V型反卷 目前正好是来到这个巴浪理论 现在现在第一个可能位置 299是附近 它曾经在这一块 来回 就是说在这个线上面震荡了非常长时间 现在同样也来到这个位置 但是从这个看起来形态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以前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说明的 我们称为无影相随 所谓无影相随就是说 大家可以一眼看一下 它很多这种K棒或者石子星 这个上场以前非常非常长 1 2 3 4 5 6 6根K棒 这个时候我们称为无影相随 这个是非常看跌的一个形态 目前它似乎是在做同样的事情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1 这是2 你把这个上场这是第3 这个地方上场第4 这个地方第5 所以说这种科研形态都不太好 它很有可能重新要测试这个 这个这个C浪理论 中第一个可能2294 这个地方的制程应该是比较强的 你看能不能站稳 这个地方要是跌破的话 你最好是观望 它证明这个V型反卷就已经结束了 大家注意 我们再看苹果 那么苹果今天下来的0.5% 苹果现在倒是没有 这个K型态倒是不是很有特点 现在就是说走的比较乱 大家看一下 我们从均线看一下 均线就非常明显 在这几大科技谷里头 苹果目前的走势是比较弱的 基本上应该是最弱的 大家可以看为什么呢 因为它这个平均线 这个月线20年平均线 它实际上还是个拐头枪下来 而且斜流还比较抖 尽管它已经站上这个月线 一二第三天了 但是这种情况下 我们说月线 这个代表的比较是一个中短期的 就是说 所以说我们一般都是以月线为景 从这个角度来说 苹果目前这个反弹是比较弱的 我们看一下K的界 K的界倒是还方向不明确 它这个两个线缠尔在一块 七十四左右 所以说这个苹果 它可能还要在这一块震荡 就是说方向不是很明确 没有仓位 你再等一等 那么最后我们再看一下 刚才说那个Amazon Amazon用过刚才前面 那个是因为 拆股的原因 它这个数据没有整合 那么我们从这一种去看的非常清楚 大家看一下这根线 这根线就是2020年3月份 Cry之前的这个高点这根线 它是109 这个是拆股以后这个纸 我们可以看一下 目前来看 它也是做了一个 做了一个W底 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得非常清楚 那么目前它已经过了这个景线 这个景线的位置大是115块 115块2毛钱左右 但是它现在似乎反弹已经结束了 大家注意 我们说过了 昨天讲大盘也给它说过 就是说这种个股或者指数 它这种中等程度的这种反弹 一般来说我们都预期到会在G线附近 这个是G线 这个是月线 这个是半年线 这个是年线 它正好大家看一下 在6月6号的时候 它最高点曾经 曾经踏起过这个G线 然后被打坏了 而且当时这个6月6号 形成了一个非常长的一个上限 这是个典型的一个目标线 这种就是说科研形态 在这个相对的高位 在这个位置 是个非常非常看跌的一个形态 大家一定要小心 所以我认为这个Amazon 很有可能 这一波反弹 就导致实际上是5月 但有可能随着大盘一块在这整当 或者是重新回来挑战这个G线 都有可能 但是应该这个G线 就应该是它目前反弹的位置 对这个Amazon来说 好了我们今天就到这儿 祝大家明天交易巡礼 拜拜